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R8507 大家都知道這雙手套在上次我的車禍中 就成功的幫我擋下了很多皮肉傷 所以這雙手套也因為很多的損傷 所以我打算把它退役下來了 那這一次呢 要跟大家開箱分享的就是 要接替這雙R8507的新手套 那就是我新買的奧熊大熊的長手套 那這雙手套呢 我是去新北的納古斯購買的 這個手套的代理商目前也就是新北的納古斯 這雙手套它有什麼特色呢 首先我先把它從上面解下來 它這手套蠻貼心的啦 它有做一個扣子的設計 就是讓這手套 你可以直接把扣子解掉 然後就可以拿出吊牌 那它這個扣子呢 平常你在家裡要吊在衣架上 因為有些人家裡的收納 它是把它吊在衣櫃裡面的 那它就可以這樣子左右兩邊的扣子 扣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掛在衣架上面 收納 好 首先我來跟大家看一下 這掛牌 這是它的掛牌 那這邊有它的型號 它的型號是GCG108 對沒錯 GCG108 這套手套在台灣的價格是 3640元 那Okuma大雄這個品牌呢 它是日本的平價手套品牌 在台灣可能 中南部的朋友會比較少聽到 因為 這個手套的販售通路呢 就是新北的納古斯嘛 我也是去納古斯逛鍋的時候 才知道有這個品牌在這樣子 然後它的背面當然就是一些介紹啦 就是注意事項要介紹 那這邊就有寫大雄諸事會社 好 那接著我們來介紹手套吧 先把東西放旁邊去 大雄手套呢 這個手套 跟我本來的R&R那套手套相比 我是覺得 以皮的軟度來講 還是R&R的那一方 它在手感的表現跟皮的軟度會比較好 大雄的這雙手套呢 當然也表現得不錯 不過 畢竟一雙是三千多的手套 一雙是快要五千多的手套 所以 戴起來還是會有點差別的 Okuma手套 在戴到大概 首碗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比較不好進入的感覺 那 等到套進去之後呢 就會覺得 欸其實很合手 很好戴 這雙手套它在背面這邊 主要是一個 碳纖維的硬護具 然後它這邊 還有做一個 網眼進氣的設計 氣可以從這邊進去 幫你的手部散熱 減少手汗 那 這邊 也有毛毛蟲的設計 就可以讓你的手 在抓握的時候 這邊有個彈性的空間 然後 比較好玩的就是 這雙手套的 紙結 它有前後紙結都有護具 但是 後紙結這邊呢 它是用碳纖維的護具 前紙結這邊 它就是用一般的 塑料護具 它不是 前後都碳纖維的 它是碳纖維索料醬的搭配 然後 1234 都是有護具 但是 小拇指 這邊 是沒有護具的 它只有做一個皮革的加後防護 這點我是覺得比較可惜啦 雖然說 皮革的加後防護也是有作用的 但是 跟RMR 五隻手手 全部都是碳纖維護具相比 這個還是 感覺稍微有點弱一點點 不過這個手套戴起來 的確是真的 非常的不錯 也蠻好戴的 手感也蠻接近的 雖然說還疏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 已經蠻接近的 好 接著 我們再看一下 它的手套背面 有什麼設計 手套背面 這個黃色的 沒有意外應該就是 袋鼠皮 它的皮是比較軟 比較薄的 它可以增加你的操控手感 然後這一塊呢 是它的指滑墊 但是它的指滑墊 是比較像是 毛茸茸的那種感覺 我沒有很喜歡這種感覺啦 有點毛茸茸的感覺 我是沒有很喜歡 這個如果換成像我之前 開家那種SBK的 指滑的設計 就比較喜歡一點 然後這邊 底下手掌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硬護具 不過也很可惜 這個硬護具也不是太纖維的 它也是一般的塑料硬護具 不過防護效果都是差不多的 那它這一邊呢 它的大紅紙這邊 也有三種拼貼的材料 就是這個毛茸茸的 然後袋鼠皮 跟這邊 還有它的牛皮 那它這個抓握的地方 也是指滑的設計 那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在這邊的固定 一般的手套就是單邊 就是扣上去就可以 它的是雙邊 要先扣一邊 第二邊才可以扣上來 然後這個 它有 兩道手續 但是它這個手續就比較麻煩 因為它要先蓋這邊 再蓋這邊 我是覺得 蓋一邊的設計 我比較喜歡啦 不過它蓋兩邊的設計 也是有它的用處 因為它的這邊也是有護具的 在這一塊 還有這一塊 它會有要讓它這個 護具的形狀可以出來 所以它這邊就是做成扣兩邊的設計 然後在這邊 手腕上半部的地方 當你跌倒摔的時候 在地板上這樣滑行的時候 在地板上這樣滑行的時候 它這一邊可以保護你的手腕 還有這一邊 那在手背這邊 藏得比較裡面 這邊一定有一塊 那這塊護具呢 它做得比較細膩 這邊是硬的 塑料護具 邊邊這邊就是碳纖維的 只是 它這一塊做得這麼細膩 竟然藏在這邊 很不明顯 很沒存在感 那這雙手套目前實際戴起來的 體驗感受如何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的T2也還沒修好 那現在 依我其束可達 戴這雙手套的經驗 戴起來是真的 還蠻順手的 可能因為我戴長手套 戴習慣的關係 所以其實這個手套 我是無痛就上手 不像有些朋友 他可能剛換手套啊 或是 他剛戴長手套的時候 他很不習慣 我其實 比較喜歡戴長手套 雖然說我之前 有跟大家開箱分享過 就是SBK的秀腕那一雙 那一雙就是我日常通勤戴路的手套 但是那就是因為我常常 有時候到一個點 工作到一個點之後 我可能很快就要走了 所以我比較注重穿透方便性 但是如果真的要出去玩那些 我一定戴長手套 如果要跑比較遠的話 我也是戴長手套 畢竟長手套他的防護性 還是比較好的 他整體而言 不管是在手腕這邊 背後 還是這一塊的防護性 還有就是抗扭轉 就是他這一塊 有東西可以保護住 至少你在摔車的時候 你的手腕這一塊 是不會露出來 不會有一塊空窗 然後讓你的手腕有機會受傷的 他整個包覆性跟防護性 是比短手套還要好很多的 那我剛剛還忘記講一個 就是他的大拇指這邊 大拇指這邊 他也是用軟的護料 軟的護具 他沒有用硬護具 他不像這幾隻手肘 就是硬護具 大拇指這邊他也是用軟護具 這邊我補充一下 剛剛忘記介紹到了 那整體來講呢 這雙手套 目前而言我是還挺滿意的 因為畢竟3000多這個價位 你要找到一雙防護性很好的手套 然後護具的樣式 你也很喜歡的手套 其實不大好找 像這個價位呢 你在A星只能買到最入門的SP8 那在丹妮斯更不用講 也是只能買到入門的手套 在歐系品牌裡 絕對找不到3000多塊 有這些防護 這麼滿滿的護具 在歐系品牌 可能就要把預算拉到4000、5000以上 那台灣的品牌 3000多 也大概就是這樣的護具 可能就多一點碳纖維而已 所以 以這雙手套的價格來講 我覺得這個大雄手套 它的CP值真的是還滿不錯的 就算 就是日本品牌 進到台灣來買 它的價格也沒有說變得非常離譜 好 那 那 在這一塊 它的透氣 應該會有關心拉 就是它的透氣 除了背後這邊的進氣之外呢 它側面這邊的皮料 手指頭側面這個皮料 它都是有打動的 它這邊側面皮料 這邊都是有打動的 那透氣性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它的內襯呢 就是那種 給大家看一下 比較抗膜的纖維 支起來的 看起來好像很粗糙 實際上戴上去是不會拉 不會 因為看起來就是粗糙粗糙 好像類似這種 比較 比較細膩的麻布袋 那種感覺 看起來是這樣 但是實際上使用起來 是不會 戴起來是滿舒服的 這點是大家不用擔心 可以去試試看看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這雙新手套的開箱囉 希望這雙新手套 也可以陪我很久 那不要像我的R&R一樣 是在這種狀況下退役的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這次的開箱分享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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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一個晚上都是 快樂壹期間 那麼多恋 等等